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购票入园的只有圆博院和植物园两个大型的公园 令不少市民游客感到开心的是 从今年5月1号开始 厦门圆博院内的中华教育园作为试点 率先对公众免费开放 那么免费开放之后这段时间内 市民游客的反应如何呢 8月7号记者来到位于县林湾畔的圆博院 中华教育园在圆博院的西北角 是一座以教育为主题的特色展员 从中华教育园的东入口进入就是古文字广场 这里一个个古文字被做成一米多高的石雕 如同一群姿态各异的孩子在草坪上玩耍 整个园区占地26.6公顷 共分为经典情景园 圣贤纪念园 教育历史纵览园 名校风华园 教育采节园 教育夏令营园六大展区 位于中华教育园大门两侧的经典情景园 用雕塑的形式展现教育经典场景 而园内最为大气的景点当属圣贤广场 那这个圣贤广场呢 它是主要介绍了这个古代的圣贤 那包括有孔子 老子 孟子 那也有历代 中国历代的教育家 广场上用诸多大型防古礼器 来体现中华教育 博大精深 远远流长 沿着园中道路前行 可以了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 从原始社会一直到新中国 这些有关教育历史的大事件 都可以在我们中华教育园找得到 中华教育园是国内第一个 以教育为主题的景观园区 其中展现的是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设计的意图是浓缩中华民族 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经典 主要针对亲子游 原博院的管理方说 自从今年5月1号免费开放之后 客流量就以往明显增加 有个明显的一个增加 那从7月份暑假开始之后 那我们也办了许多亲子类的活动 那像快乐美术夏令营 最强大脑夏令营 以及VR馆 那也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那像我们平日的话 大概就是200人人次 那如果说像周末的情况下 就是300到500人次 记者在原博院看到 中华教育员的游客比原博院其他园区要多出不少 一些家长特意带孩子前来游玩 也有一些中学生到这里进行社会实践 像小朋友 我家小朋友的话 他也喜欢读书 然后这些的话 他也喜欢听这些故事 我觉得还不错 平时的话 就是想了解一些什么 教育文化 就可以来一些地方参观一下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大部分游客是居住在原博院周边的市民 他们认为公园免费开放 才能体现公园的公寓性 这种园区开放的话 对将来整个下面的 比如说小学啊中学啊 那种春游秋游 那是肯定一个很好的去处 对吧 而且这里面还 学生来的话还比较安全 是很开心 因为住在这边很方便 就散步什么的 也可以看一下周围的风景 挺好的 没有门票我们就随便可以走一走 我不玩你可以出去啊 如果门票你花了那么多 像你要往那么多地方 不很自由 我家就在这旁边 所以我就来这边逛一逛 原博院的管理单位说 为了进一步发挥 园区的教育功能 服务市民 他们计划将园区内的县林书院 将打造成 集社区居民学习教育 文体活动 群众意识为一体的 公共活动场所 今后开展的活动呢 像包括有特色的 品牌论坛 然后像有一些名家讲座 然后一些读书会啊 分享会等等 然后能够增强它的一个互动性 原博院中华教育园的免费开放 是原博院试水免费开放的第一步 不少市民游客盼望着有更多的园区 能够实现免费开放 早在今年二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就提出 要强化绿地服务居民日常活动的功能 使居民在居家附近就能够见到绿地 亲近绿地 城市公园原则上要免费向居民开放 那么大型公园免费开放 是否能够成为一种常态呢 厦门原博院厦门万石植物园 均为国家4A景区风景宜人 不过由于入园需要购票 让不少市民游客望而却步 我觉得费用像这个这边是60块 我觉得有点偏高 我个人是挺希望植物园对我们免费的 因为不免费 所以尽管会想到有那个地方 但很少会过去 像这种其实是这种资源 如果你收费的话 如果里面比较冷清的话 那就等于很浪费了 这么一大块地 而有关人士认为 城市公园的本质是一个公共性的开放活动空间 因消除一切进入壁垒 向公众收取门票 违背了其公共性的本质属性 公园它是为城市移籍环境的建设服务的 也是为城市生态环境的平衡而建设的 也是为城市的建设更美好的环境 而搞一个由市政府规划 管理 让市民休闲和健身的一个场所 这是公园的真正的内容 所以公园它的属性应该属工 为什么叫公园呢 属性是属工 它是市政府为老百姓服务 为城市建设服务的一种公益事业 公益项目 所以公园呢 应该是免费的 无论是我们看国外的经验 还是看我们中国几个做得比较好的城市 包括北京 上海 杭州 国内的这些经验 我们会发现说公园免费 的确是大势所趋 吕韶峰认为 虽然公园免费开放后 将带来更大的管理压力和资金压力 但这不能成为阻碍公园免费开放的绊脚石 如果我们担心说我们的市民会把环境 因为免费了会把环境搞坏的话 我觉得是低估了我们这么多年 中国教育的信心 低估了我们民众的素质 我认为应该是快一点 因为公园的这个门票的收入 对市政收入来比 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朱奖怀指出 开放性公园要想管得好 过得好 政府管理者和游客应该共同担责 除了转变管理模式 加强管理外 公园的日常管理 养护 更新改造等经费 作为公共支出的一项内容 应给予必要的补贴 扭转以原养原的经营管理思想 只有这样公园才能解决 重视公益性与淡化商业化的矛盾 它的费用是应该列入财政的议算 列入年度财政的盘子的 那么要根据什么 根据我们城市发展 根据社会发展 根据群众需要 根据公园的功能等等 安排了足够的财政资金 来确保公园能够健康的运行 能够确确实实服务于人民大众 事实上从国内外一些城市的经验来看 一些大型公园免费开放 虽然没有了门票的收入 但起到了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作用 我们看杭州的例子 杭州当时免费西湖 引来了一大片的质疑声 也的确很多人就说 你西湖景区那么大 来了那么多人 我们怎么办 的确会增加保洁 增加一些维护 但这些成本实际上我们看到 还是比较低的 比如我们讲美国的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里面 永远有高品质的音乐会 免费的 永远有高品质的画展 免费的 永远有各种各样的杂耍艺人 什么什么都是免费的 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免费吸引大家人类来的话 自然会其他的经济 利益 这些服务设施都会跟上 所以变得会 反而会更好的促进 良性互动 而且经济方面也会跟着会提升 只要有人气才是最最重要的 这个投入 我个人认为了 它不会不产生效益的 今天厦门之所以 还能够吸引这么多人 想到厦门来 环境之效益是排在第一位 一些项目如果能够挖掘出来 能够吸引游客 也能够分解我们厦门 在几个主要旅游点 现在人马违犯的这种状况 大型公园免费开放 必然会带来更大的管理压力 和资金压力 需要统筹安排和稳步推进 但从长远来看 大型公园免费开放是大势所趋 首先是市民游客的需求 其次 免费开放虽然牺牲了局部的利益 但却能够带来更大的整体利益 远不愿中华教育园免费开放 开了一个头 希望接下来有更多的园区 免费敞开大门 提升公园的公益生态和服务功能 更好的服务于民 感谢收看本期十分关注 我们下期再会